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不能和都在柯文哲的一面之间 受诈骗的陈清真激动向侯仪下跪 希望侯仁帮忙讨公道 明镜党打炸 胡仁侯仪承诺要保护百姓 但眼看蓝白和陷入僵局 民众党放话希望能促成科侯佩 侯科佩选项难道已经不再考量 就是努力到最后一秒嘛 看怎么整合嘛 如果要整合应该是 应该是用那个胜选最 最纪律最高的团队来组合 传出蓝白各自拟备案 国民党预计周三召开中常会 准备副总统征选 柯文哲则是确定派出黄珊珊 要在10月22号先领表 预计10月23号或24号去登记 从明跳到合作条件 再到一路被民众党银牌攻击 国民党方面打算真到最后一刻 等到最后一秒 柯文哲主席常常说 他30秒做最后的决定 但是他是决定别人的生死 我是一秒钟决定自己的生死 既然有成民众都希望蓝白合作 我也等你等到你最后一刻 你想通了都在你一面之间 几天前双方在马英九见证下 签了协计 民调误查范围怎么镇定 白纸黑字写得清楚 和其言话别回约要有诚信 蓝白到底合不合 在下午的时候 侯友宜召开记者会来回应 柯文哲就是到底要如何 重回谈判桌 这是不是他最后一次 向柯文哲喊话 我们来听他的这个记者会 他是如何说明 是朋友也好 也有很多的民众 一直跟我说 有机会再说一下 我相信剩下没有几天了 这时间很有限 24号就登记截止 那今天是二十一号 二十一号 现在短暗三天 柯子余打着一个电话给我 也是很多人希望 我们能够再谈一谈 大家的好意 所以今天这一场记者会 我认为我还是要 先还原当时的协商的过程 其实回到问题的增结 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因为蓝白 要不要合作 不是一个人说的 也不是哪一个政党的事情 是两党 以及面对支持蓝白 核的人 都必须要严肃面对的议题 在11月15号的协商的过程当中 两党有共识的是因为 我们同意不再坚持 政党支持度 而改成讨论 民调统计的误差 所以不是民众党 让国民党 而是双方各退一步 我们退让不再坚持政党实力 这是彼此达成的协议 不是谁让谁 这个焦点 不然被模糊掉 不能乱冠 这是属性 所以我强调 从头到尾 我没有坚持说 我一定要当政的 我从来没有 在协调的过程当中 说我一定要做起来 我是没对头怪怪 只要在协调 我绝对没在说 我一定要做起来 但是 政党既然要协商 我们要有一个公平的原则 谁赢就是政 谁赎就当户 这个是 过程当中 当然 也有谈到统计误差 范围几% 跟样比数有关 的相关问题 但是 很抱歉 我必须要郑重的说明 从头到尾 四个人在协商的过程当中 没有谈到6%的问题 这位 不能乱说 也不能用6% 造成大家的误解 没有6%这个事情 我非常严肃的跟大家说 绝对没这个事情 不要用6% 污蔑所有人的人格 我绝对不允许这个事情 所以我必须要 真的很惨愧的故意 要合作 就是讲事实 当然在过程当中 有一些 误解 或是外面 有一些润而有争议的地方 我尽力 还是回到协商桌上 好好把事情说清楚 不是谁说的算 尤其柯文哲主席 他非常强调科学 他非常强调科学 你谁要说科学 每次给你就是科学 他要说科学 就用科学 把这个事情 厘清 外界也都在看 或者就像 两边合了 双方的支持者买意见 要贏 你要有一个公平 一个科学的方式 跟大家说清楚 这边的支持者 要认为 你输了你做过 科学说得这么清楚 我也会认输 有啊 但是这些法度 说服你的支持者 我们也要有一个说服 让人来说 要怎么贏 也有一个留意 说我们要贏 不然那边也不服气 也不会服气 所以 要达成真正的藍白合作 用科学 所以当时 我们有推荐 这些专家学者 要来谈 但是我刚刚说了 既然大家还有一些 没有结束的争议表 我们就用公开透明的方式 请专家学者们 再把所有的民调 全部摊开来检视 包括给民众党 暂时搁置了三份 媒体民调 然后 这九份民调 在整个公开检视的过程当中 前程直播 让大家来看 让专家学者 好好的就九份民调 做一个谈 做一个 讨论 我要特别强调是 当天的专家学者会议 彼此有意见不同 所以在15号我们签了 双方同意的六点声明 并没有达成 我在这里呼吁 柯文哲主席 明天 指派两位 专家 学者 都是民调的专家 学者 主席跟马总统 各指派一位 我觉得这样子 会比较公平的讨论 两个对两个讨论 就是四个 至于要不要回到马办 或是 柯文哲主席 想要指定的地点 就让专家 学者来做公平的判断 我都没有意见 我觉得回到我们原始剩下 还没有走完的最后一路 把它走完 随胜随附 公开直播 审慎九份民调 我再一次强调 我再一次强调 为了回应我们所有人 白支持者的所有民众的声音 我们要给所有支持者 一个很清楚的说明 我再一次强调 再一次强调 前程公开直播 已遭公信 这样子 随政随附 所有支持者 才能够幸福 这是我回应 今天中午柯文哲主席 因为有人建议他 要不要再谈一谈 他说要怎么一个谈法 我在这里正式举行记者会 公开的呼吁 同时我要举行记者会 我也有跟柯主席打过招呼 如果今天下午 我会有一个公开的记者会 先跟你说一下 我觉得彼此之间的尊重 包容、体调 侯友谊一定做得到 而且拿出最大的善意 但是如果对我的人格的侮辱 逆而再再三 我绝对不容许 我希望 人民、国家 永远摆在第一个位置上面 政党 其次 没有个人 个人最微小的 所以我还是在这里呼吁 在剩下 没有几天就登记截准了 时间 没有站在哪 两边 而且 支持蓝白 声音的民众们 大家会越来越剑拔楼上 这不是我所乐见的事情 所以我回应 今天的公开直播 特別呼应 这一次希望公开直播 审视民调 再由 双方各派两位 专家 寫者 都是民调的 大家好好的 把这个事情谈清楚 用科学 不是用政治 用科学的方式 好好的说清楚 好 各位看人们其他问题 好 到底怎么重回谈判桌 在刚刚他直接开记者会 来公开说明 首先他帮自己做了三点的澄清 包括第一个 所谓都是这个民众党在让 他认为这不是事实 因为国民党也让了 是双方都有让 包括政党支持度 国民党已经不再坚持 第二点 也就是他从头到尾 没有说他就是坚持要当正的 在公开 而且是公平的一个 这个游戏规则之下呢 就按照这样的结果 来决定到底是谁振谁负 再来了 四巨头在座谈当中 完全没有人提到说要让六趴 这点他说话不能够乱讲啊 最后他说呢 他希望重新走完 这最后一里路 是由柯文哲方面 推荐两个专家学者 而朱主席和马前总统办公室 各派一个 有四个人二对二的方式 回到谈判桌 重新检视这九份的民调 而且全程公开直播 让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他希望邀请柯文哲 能够重回谈判桌 立文怎么看 侯友宜的最新谈话 我想那一天 就是上个星期三 马总统出面 让大家就燃起了一丝的希望 然后带给大家 非常戏剧性的惊喜 但是呢 不可讳言的 在上个礼拜三 我看到他们的结论的时候 我说实在的是 有点语焉不详 非常的模糊 那我当时就以为 我也讲过很多次 他们可能私下 有更细节的共识 但显然是并没有真的 谈到非常的具体跟清楚 所以后面呢 就衍生了非常多的争议 那我坦白讲 这样子的一个协议呢 就造成了双方很多情绪的高涨 因为毕竟已经到最后一刻了嘛 然后互相的指责 双方都受伤很深啊 所以从刚刚侯友宜 最新的赖府的谈话 可以看得出来 他必须直写 否则的话 现在这样子选下去 恐怕赖清德真的是稳当选无疑 但问题就在于 现在要怎么样收拾 或回到理性 然后两边还可以合了以后 还能够让双方支持者都接受 开心 一加一不敢说等于二啊 但起码要有一点五啊 因为一加一如果没有一点五也很难选赢啊 这真的是一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但是双方都必须努力到最后一刻 否则的话身受重伤 接下来不到两个月的选举 也很难顺利走完 那么第二就刚刚讲的 这个争议到底是什么 好这个争议呢 就在于所谓的误差范围正负三这件事情 就是说多数的民调是信心水准95% 误差范围所谓的正负三 所以大家都这样讲 可是我们在那篇 这个就是那个写下来六点里面 是没有写到任何数字的 只有写误差范围 好后面呢 三位专家在讨论的时候 产生了一个根本的奇异 为什么按照柯文哲的专家标准的话 他们有让最后是3比3平手 让完了以后3比3平手 但是国民党的专家是 你让完了以后是5比1猴胜 所以差距就是让幅的认定不同 就是误差范围的这个幅度不同嘛 那国民党算的幅度比较大 所以呢就变成是猴赢 那柯文哲这边的算幅是 他们坚持他们当时的正负三 就是这个3% 所以就变成是3比3 癥结在这里 当然现场没有人讲到6 民众党也没有说6 那为什么柯文哲说 如果你是要让我6的话 你国民党你敢讲你讲啊 所以刚刚侯友宜才会不高兴说 我们从来没有说要你让我6 那癥结是什么 癥结说正负三到底是让3% 还是让6% 正负三是6%还是3% 癥结在这里 但是结论是事实上 没有一份民调是正负三的 为什么 因为它的样本比较大 所以呢它的误差都是正负2点多 2点多啦 有的2点1几 有的2点56几 有的2点9几 所以不会出现一个6的意思 那柯文哲他就是比较懂得庶民语言嘛 你讲这么复杂就没有人听得懂了 所以关键你也可以说不是3也不是6 而是所谓的正负多少是乘以2吗 还是就是那个数字 所以争议就在误差范围的计算方法完全不一样 好本来是这样哦 你以为这样很复杂是不是 不是 结果发生这个争议之后大家才发现说 不是哦 原本那个算法啊 是互比的算法 所以昨天飞鸿泰教授才在这边讲了半天 就是所有人都发现不是哦 因为本来柯文哲说要让的时候是我们传统互比的民调 我的民调林郁方的民调施老师的民调 我们来互比这个可以继续算 但不对啊 这一次他们都是照了马英九的建议是对比的民调 这下子所有人都傻眼了 真的要算 我是不知道 有没有办法让这些民调专家有一个共识的算法了 因为他们当时比是跟赖销比 不是互比啊 所以就问题就变得更复杂 所以我讲过很多次 为什么柔英龙后来得的结论就是说 没办法比哦 他们当时的共识是一场乌龙 没有想清楚 没有人真的去想清楚 等到要算的时候才发现 哎呦不对哦 如果真的要就科学说科学 就学术讲学术的话 恐怕是远比我们的理解要复杂很多 好 但问题是刚刚侯友宜又说 我们就科学算科学来算 我不知道 我们找三个都不是党派派的专家 我都很怀疑会不会算出共同的结论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如果找三个都不是民进党的 也不是国民党的也不是民众党的 也不是民众党的 找外国人来好了啦 都不一定算得出一定的结论哦 所以最后恐怕还是要政治解决 但是结论就是说 事情走到这 我认为双方不但要帮自己讲话 也要约束自己的人 不要无端的攻击对方 因为这两天累积了坊间非常多的不实的消息 一大堆 这都是累积彼此的误会跟仇恨值 这个都会使得后面的选举更难选举 投票率会骑低 会使得很多人不愿意出来投票 因为看得到就算了 所以真的要努力的止血 最后如果能够蓝白河奇迹出现 大家都乐见 如果不行 也希望大家这后面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要真的好好走这一段路 不要步步错越伤越重 好 这两天确实是各种的消息啊 事实上是让双方都有受伤 但是侯友宜虽然他开了记者会 帮自己做出了澄清 但是同时他也再度邀请柯文哲 要重新回到谈判桌 那么就是再度邀请专家 走完这最后一里路 因为他要等柯文哲到最后一刻 我们要请教一下董哥 因为事实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要蓝白河 事实上是超过六成的民意 所以是不是大家都应该 因为以民意为重 真的是要能够来重新回到谈判中 尽力的来促成蓝白河呢 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侯友宜可以说是释放出了善意 民众党的主战派能够感受到侯友宜 还有国民党的善意吗 你怎么看 大家看 其实因为15号谈了有 然后18号 没有结论 他其实里面有几个东西非常诡异 比如说三个专家进去 其实有一个不是专家 他是业者 业者否定两个邪者 然后说这九份里面有三份不算 他自己做的 自己带来的才算 是不是 这个就是柯文哲派的代表 这非常荒谬嘛 你自己做的别人不算 ET today不算 东森不算 好好听不算 只有你自己带来这份才算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谈判 对不对 我讲这是一个实际的情况 这个人叫关志宇 我看他在这个前子不要混了 他自己也做过很多次的民调 他连到不晓得什么叫统计乌查 这是一个常识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会谈不成 其实他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柯文哲始终认为我应该是正 我赢侯友谊那么多 没有错啦 其实大概在7月8月9月初 大概柯文哲都赢侯友谊 但是我们后面 因为我常常在看相关的民调嘛 到后面侯友谊已经赢过他了 但他不愿意承认 但其实国民党从头到尾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国民党从头到尾只有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怎么样 两个人共同在一张选票 不是陈自然想说 我们就退了让你选 不是 是 这样国民党也不要 你民众党也不要派人来 我们就只要柯文哲 两个人的头照在上面才有用 你派别人来还是落选 就简单讲就这样 这个其实轮扣非常清楚 柯文哲也非常清楚 那我觉得因为过去 等于说在医学院里面 或在医院里面 他们有很多东西也是要做民调的 那今天如果说因此而不认账的话 那我觉得说会让人家看扁 因为你如果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看的话 会很清楚地看出来 民众党其实是想抵赖 就是抵赖 其实柯文哲 你看他的那些言行或怎么样 他本来在里面签了 那时候他大概自己也有点心智肚明 可是整个民众党除了柯文哲 是比较组合派 其他人变成都组战派 那这个到底是在想什么 实在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 因为这种匪夷所思就说 难道不想把这个险战打赢吗 因为柯文哲他自己最大的理念是什么 他希望有一个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如果没有执政就没有了 他联合政府他甚至还讲出说 有什么隔归同意权 那是因为他不懂 后来他慢慢理解了 隔归同意权你要修宪才有办法达成 那我们现在人做的是什么 现在人做就是蓝白盒选出一个总统 这个总统只管国防两岸外交 其他的完全交给刑政院长你去组阁 这个就是形式上的 又再没有办法修宪情况下 形式上的就是一个联合那个 这柯文哲最大的心愿 可是因为柯文哲他自己去讲什么6%讲什么 因为他很会用这种语言 过去就这样嘛 柯文哲的个性可能各位朋友没有观察 因为我跑台北市政 跑了非常久 我看他做哪些事情 那时候有那么多人期待 柯文哲的个性就是他喜欢伤害 践踏别人来抬高自己 譬如讲台北市议会昨天有一场报告 这场报告就是有议员就去激讲完安 所以柯文哲对外讲 所以讲完安 早上开会晨会不敢公开 像我柯文哲是公开透明 我柯文哲为什么要敢公开透明 因为我不拿钱的 我不收钱的 你暗示讲完安会拿钱吗 一个陈会有什么好拿钱的 什么叫陈会 把今天我们可能重大事情 几个首长找来 因为我国际也常采访这样的会 从陈水扁时代就有了 那大家今天说这决定应该怎么样 几个人就一个小房间 还在那边吃早餐 吃早餐买豆浆来 然后就讲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解决 用最私密的方式赶快把事情解掉 柯文哲说因为我不收钱 你暗示别人收钱 你就是这样干 大家别忘了九年前 他怎么讲连胜文到他近年总部装 就是每次都来这一套 我有时候讲 我刚看到立文我想起来五年多前 曾立文本来要选台北市长 曾立文那时候为什么要选 我们那时候记者访问他 他说他都实在看不下去 每次经过大忌蛋 台北市被柯文哲揉令 就像这颗蛋一样 尾顶尾档 那时候曾立文 沈沪雄都想选 都出来表达要选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我真的有感而发 因为我从洗水泽实在就要跑台北市 尾顶尾档 那你现在八年 柯文哲炒包一个 你老实讲 最近的民调柯文哲在台北市的支持度多少 你知道吗 13.7 賴清德跟侯友余都大概30上下 你当了八年台北市民看了最清楚 不用每天去伤害别人来 来垫高自己 我觉得这样的个性实在不需要 好 侯友余说 等柯文哲到最后一刻 那么事实上 其实我们看过去这段时间的谈判的过程当中 国民党方面自认为 其实是已经让了三次 包括不再坚持要有政党支持度的民调 包括了有三份民调 因为这个柯文哲的专家不满意 认为是这个有问题 因此呢 也同意剔除等等 到现在呢 基本上连周渝修都说 只剩下柯侯佩这个选项了 但是侯友余还是说 我们再请专家来二对二 全程公开直播 大家一起来检视民调的结果 重新来促成蓝白河 这是不是这个侯友余和国民党释出的一个善意 我们要请教一下预方委员 柯文哲陣营 他们能够感受这个善意会接招吗 我想他是没有感受 我比较其实想讲的是 很多人认为过去这段时间是垃圾时间 浪费大家的时间 蓝白河喊到最后都是一场空 我不认为是个垃圾时间 因为让百姓看出了候选人的特质 我觉得很重要 你不管怎么样 你去看侯友余 不出恶言 恶语 他从不讲人家坏话 非常的忍耐 非常的冷静 说难听点就是 说比较直见就非常有教养 一个领袖白就要这样子 你一个小时就哭哭啼啼的 你哭你家里也跟着哭 你在搞什么东西呢 你遇到国家之后大的危机 敌人濒临城下的时候 你哪在哭吗 你可以解决问题吗 然后一不高线就开始讲难听的话 这个我跟你讲 这都不是当领袖一个重要的一个特质 我认为至少我们看到侯友余整个的过程中 非常冷静 脾气非常的平和 但他有坚持的一面就是说 好 那我们就到最后一刻看会怎么样 当然也因为客户者自己知道 客户者的个性 我讲实话 就是翻来覆去 你已经在房间里面你讲的事情 谈判那一天 你都已经讲了 你出来都讲我留下一个伏笔 你们不要以为我是白白让步的 我留下一个伏笔 我要监督 所以他接着讲 我要NCC 然后我要金管会 我法务部 连部长都找好了 叫黄国昌 对不对 可见他都已经知道说 我未来角色只是监督 那我就选负的好了 那正的侯友去选 结果你最后翻了 你又不是这样了 然后你又掉眼泪 好像很委屈 人家欺负你的样子 对不对 白子黑子写的东西 谁欺负谁啊 那如果人家欺负你 那你是笨蛋了 你怎么看不清楚呢 那你怎么来当总统呢 连一个白子黑子 这么简单的东西 你都搞不清楚 你就把字给签了 你就随便签了吗 是这样子的吗 对不对 然后你就干脆就 把嫁祸于人 对不对 你就说 叫我让6% 3%好贵 叫我让6% 没有道理 对不对 刚刚大家都讲了 有6%这回事吗 有误差值会到达6%的吗 有人讲6%这回事吗 从头到尾没有讲6% 就是你科文者自己发明了6% 然后你嫁祸于人嘛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 其实他们两个刚刚都讲了 你们刚刚都讲了 三份民调都是国民党赢 人家你这个业者 你还不是政治的学者专家 董哥讲了 你只是个业者 你做民调的业者而已嘛 你每个党都跟人家做过了 然后你出来讲说 那三份民调不算 国民党很大度说 不算就不算 就丢掉了 对不对 所以国民党 并不是没有人让 而且国民党 并没有要欺负你说 哪6%的乌差值 要来把你吃定你 没有这回事嘛 所以我觉得最后成不成 我只希望我的同胞们 我们中华民股的公民们 国民们 你们大家看清楚 你要选出什么样 来当国家领袖 每个国家都有可能 遭受很大的危机 像乌克兰这种情景 都有可能会遇到 那你希望选出什么 冷静的领袖呢 还是那个动不动就落泪 动不动就非常激动的人 当我们的领袖 我们这要做决定 好 不过侯友宜呢 她是特别拿出了 当天大家一起签名的 这份文件来自欺 因为上面真的完全没有提到 要让6%这一回事 她说这样的说法 对侯友宜来说 是一种人格的一种污蔑 是一种这个人格的一种磨杀 好但是事实上 我们可以看到是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侯友宜还是说 等柯文哲到最后一刻 邀请他重回谈判桌 公开直播名叫端家 大家一起重新来检视这些的民调 我们要请教一下施老师 所以说这个 为什么到后来 签好字的文件 竟然会翻盘了呢 难道是 又是什么主战派 在后面背后作梗吗 我是觉得说 谈判本来就是 应该两边有黑脸跟白脸 这样那个空间会比较大 本来就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以后类似这样谈判 比如说跟老共和谈判 到最后那个文字 一定要有人带着 把它再看一次 你知道那个是 国际谈判 商业谈判 那太扯了吧 因为很多魔鬼 是藏在细节里面 真的有这么多正常谈判 除非是KPI 本来就想要翻脸 故意你知道 我说除非 他是这个样子 打定主义是这个样子 然后装成他一个弱势者 我不是假设是这样子 不过话要说 回来就是说 因为这里牵涉到 我们大家很熟悉 其实那个所谓的 宪法四宪的时候 都会有讲说 立法的Original Intention 就是说你本来的意义 他本来在讲说 让三分是什么意思 是让三趴吗 因为我们民间在比赛也好 或者是运动彩券里面 都有让分嘛 对不对 那种趴数又不一样了 OK 所以这种情况 他是讲说我让三分 然后变成就是说 是不是差距要到六还是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你知道 到时候很多人说 因为这个已经不是统计学的问题 你听那些学者在讲那个拍啊 什么等等东西的时候 然后还有不同的统计学者 他一定会讲不同的事情出来 不过我想他讲的那些东西 可能会讲说 接下来跟赖神要比的时候 是不是对方也要让才有可能 你知道 所以我会觉得另外一个就是说 刚才讲说 那如果是怎么样处理的时候 是不是要公开 我坦白讲 像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公开 因为我们看到 美国在费城制限的时候 就有门关起来 因为有媒体在 外面有人抗议的时候 很难有结果 可是柯批一再批评的 就是密室学商 所以我就讲说 密室学商跟这样的私下来谈 比如说Datum 那个那个 我们知道 兰斯拉夫有没有 波斯尼亚那个东西 也是关在那边 关两个礼拜嘛 看你要不要有结果 主要是背后里面 你要有没有充分授权 你说是充分授权的话 你可以说服你的 就可以了 OK 当然我们也知道说 有0101那些东西 或者百分比 对比互比 你知道我一看出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那么细节的时候 我是觉得说 坦白讲 就政治解决 门关起来 然后合的时候 到底谁最有利 我坦白讲 就是这样子 现在在讲很凶的话 因为是破灵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那么好 我先出发